好 接下來我們再一次的分析這次的三大獎 那這次三大獎呢 我認為懶人包就是 愛因斯坦不一定要抽 因為他的強度大概落在秦始皇跟龐貝的之間 他沒有說真的要很破格的強度 好 那再來是其他小獎的部分 我們認為達爾文是一定要抽 他算是機械組的抖M 整體的隊伍適應力很強 然後再第三個這個 茄莉瑞我覺得不一定要抽啦 可有可無 好 大概是懶人包是這樣 那我們就一一的來為大家做分析 首先是 愛因斯坦 他作為一趴大獎 我認為他的確有一趴大獎的強度 整體輸出的傷害是不錯 但他的缺點就來自於他只有五秒轉珠 以及 他沒有那麼高的回血回復能力 他頂多 雖然說有天降水珠 但他頂多回滿血就差不多了 他沒有辦法到異補的程度 然後偏偏機械組跟人類成員也沒有那種 解決異補盾的好成員 所以算是愛因斯坦 比較大的缺點在這邊 那愛因斯坦他本身優勢來自於他的減傷 所以他無論是暴力 以及慢慢磨他都可以 所以這隊算是 一個如果說你真的沒有龐貝也沒有 沒有 沒有秦始皇 那你缺一個好的隊長 你是真的可以考慮抽一下的 他強度不會讓你失望 但也沒有真的到秦始皇那樣子 讓人家覺得很破格的感覺 對 這隊恐怕沒有辦法提供給大家這樣的強度 再來是他其實非常吃隊員的選擇 他隊員比較可惜的是沒有什麼接班的 所以如果說你勢必要接班的話你要拔隊員 那拔隊員對於機械組來講 就是一個減傷的效果 因為你沒有 你一旦少一個機械組 就少一份增傷 所以這是 暗斯坦在組必須要去面對的問題 他隊員的選擇我覺得很可惜 是大部分沒有什麼接班能力 那只有著重在增傷跟轉租 這也是暗斯坦他的一大缺點 不過要RUN暴力程度的話 他絕對是不會輸給現在的一線的隊長的 那我們 嗯 機動藥賽則是 提升他平坎一個非常重要的長度界王 大家可以把他想像成是 機械組的雙子 大概是那種感覺 所以暗斯坦我覺得要玩 一定要搭上機 要機動藥賽才有辦法提升整隊的價值 然後再來是你 勢必得要帶一些 短CD轉水強化珠的角色卡 那青龍我覺得就是第一個選擇啦 他可以轉出實力水強化 無論是要集行動值 或者是單純要攻擊珠子 他都是一個能夠擔任非常好的一個職位 那我覺得莫比烏斯倒是沒有必要啦 嗯他就單純只是破壞你的版面 雖然說有一個很很漂亮的數字 但是大部分 只要關卡 只要機車一點他就沒辦法放了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的一點在這 那暗斯坦的介紹在這邊 那我們來介紹其他的小獎的部分 小獎應該說大獎中的小獎 4.5%的機率 像達爾文 達爾文雙隊長的話 可以突破10萬血量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整體玩起來強度其實跟抖M差不多 但我覺得達爾文是略強於抖M的 因為達爾文他本身 回血機制比抖M做的還要來的好 一來是他可以搭配上神隊員 福愛 那每回合回5萬以上的血量是沒有問題 因為他最多可以回50%嘛 然後再加上你新珠的回血量 其實就直接可以回滿血 再一回合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抖M完全達不到的事情 抖M最怕的就是敵人一直打他 對不對他沒有辦法回滿血 在抖M他也是要一直被敵人打嘛 那才有倍率 那這隊不用 他就是只要消三種以上的屬性珠 就可以直接有攻擊力了 所以這跟抖M最大不一樣也是在這邊 那他整體玩起來的傷害 其實也是超過抖M的 那他 如果說你是搭上毀滅者的話 其實很重要喔 這次三大獎都會需要搭配毀滅者 然後才能 提高整隊的平坎威力 對 我只能說這隊玩起來的感覺是比抖M 我自己認為是比抖M還要來的好 然後再來是 如果你要遇到兩條以上的其他敵人的話 你可以帶鐵拐禮 鐵拐禮的話 他可以讓 呃 除了有增傷之外還有秒數增加 所以這兩點是 非常適合放進這一隊的 對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剩下的就是隨便組看關卡去放 但是必須提的是這一隊 他的 回復力有兩倍的加成 所以其實一兩組新珠就可以回到五萬 所以 依照關卡去放 他也不太 因為也不是百分之百要放符愛 這是你可以去調整的地方 對 只是只能說放符愛 就會更 讓這隊的向性更好 可以每回回滿血是沒有問題的 那雙達爾文的 配對是比較屬於穩的部分 可是如果說你副隊長搭配上我們的 鐵利略 那就是暴力的選擇了 那副隊長搭到鐵利略的單邊有12.5倍左右的倍率 然後可以讓整隊更暴力 不過血量相對來講就比較少 會到五萬左右的血量 但五萬左右的血量其實也很誇張了 現在已經超過龍隊的血量了 所以這一隊來講 是真的非常非常扯的一個玩法 對你要暴力 副隊長就帶鐵利略 但是你要穩的話 就是雙隊長都是 呃 達爾文 對就是大概是一個這樣的配置 那這一次比較不推薦大家抽鐵利略的原因是 因為鐵利略作為雙隊長其實沒有到很必要 甚至來講 他的隊長技能 只射單邊的隊長 才有12.5倍的加成 如果說你雙隊長都是鐵利略的話 他會降低他的隊長倍率的加成效益 因為他這個攻擊機制的加成 估計不能疊加 所以那個加起來的感覺就會不一樣 所以雙鐵利略不太建議大家玩 而且也沒有兼具組織也沒有什麼什麼樣的加成 所以我認為自己是不太需要抽到鐵利略的 對 好 那大概就是三大獎的分析 那染人包 如果說 你沒有 秦始皇 你沒有龐貝 你可以考慮抽一下 愛因斯坦 但是如果說你兩個都有的話 你錢包夠厚 其實也是可以抽愛因斯坦的 因為他是一個全新的隊長 他不是龐貝的火機械族的玩法 而是他是水機械族的全新組隊概念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增加一個牛棚隊伍的話 那水機械唯一第一首選就是愛因斯坦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抽一下 然後再來是 如果說你真的錢包不太厚的話 建議你一定要入手的是這一次的達爾文 他的玩法真的算是 你有玩過斗恩就知道了 雖然說斗恩的貝瑞不是全神魔中最高的 但他可以通關很多不可能的關卡 那我覺得達爾文就算是機械族的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你真的可以抽抽看 就會有多一個真的還蠻強的魔隊 但是又是很暴力的魔隊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好啦這次就是這三大獎的分析啦